以后消息带您来关心天气讯息 今天全台都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 不过提醒大家可千万别掉以轻心了 因为今天全台的平均温度在30度以上 外面的紫外线指数可能达到过量级 不过礼拜四到礼拜 明天到礼拜四这三天滞留封面 整个都会为台湾各地带来雨量 恐怕又会有强降雨发声 即便高温飙破了33度 可爱的绿秀眼不畏高温 在植物园的一层水竹浴上摘取果实 成为摄影家捕捉的小明星 同时夜路哑成鸟又昆虫可以进食 星期一全省都在30到34度的高温 此外线格外的强烈 民众外出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不过到了晚上滞留封面就会影响台湾地区 特别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宜花这个范围 在周二到周四这段滞留封面影响期间 也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 那也要请大家提防这种 犯随的瞬间大雨累积跟强盛风等现象 但会不会出现上一波惊人的雨量呢 一直到六月可能至少要中旬之前 这样的降雨都不排除 只要在梅雨封面在台湾附近 这种比较强降雨的状况 都是有机会发生的 这波滞留封面要到星期五才会北台 即便下雨这个星期的气温都是闷热的形态 记者图红恩李正田台北报道 该装发生了 感谢观看